新增文字 我们把图片安排的差不多之后 我们也可以在海报上面 去新增一些文字 从新增功能表这边 我们找到这个按钮 新增文字 点选了之后 它会提示我们按下滑鼠的右键来做编辑 所以我们点选滑鼠右键之后 就会进到这个 文字的一个输入的区块 我们从这边把我们所需要的文字 做一个输入 输入完成了之后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字形的选择 或者字形大小的 颜色的这些修改 通通都决定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按下这个确定 这一段文字就会进到我们的画面 如果说我们还有其他的文字 要做输入 那我们就是 再去按一次 新增文字 再去把这个 文字的编辑区块打开来 重复的去输入 那整个都完成了之后呢 就可以再来 接着做下一个动作 显得很理想 在这个村子里的方法 绰讯 把这些地方都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